手工 小太阳戒指 所用到的基础截之前都有发过慢动作的教程 不太了解的可以往回翻看一下 现在开始编织 拿橙色线找到中心位置固定在工作台上 再拿橙色线对折 以雀头截的方式挂线 另一条线也按同样的方法挂线 挂好线后把上面的线拉下来编写卷截 调整一下就成一个圈了 拿黄色线20米1 做轴线固定在工作台上 然后橙色的线做到线依次编写卷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编第三圈 先编一条橙色线 拿黄色线对折 以雀头截的方式挂在黄色的轴线上 然后再编一根橙色的线 然后再编一根橙色的线 按同样的方法再挂黄色的线 按着编一条橙色线挂一条黄色线编完这一圈 第三圈编好现在编第四圈 每条线编都编上细卷截 每条线都编上细卷截 每两条线唯一组编两个半却投结 在编一叶周路也几乱 秋云的飘望暖寻出口 风雨下丝混沌夜雨楼 回眸月光几处暗藏几处 在编半个鞋卷截 在编第二组都是用黄色线做药线 也是编两个半却投结 在编半个鞋卷截 在编半个鞋卷截 其他的编法都是一样的 剪去线头稍扎好 拿黑色线三十零零一 用针穿到小太阳的后面 然后再穿回来 就形成一个环了 拿八十零米的线边平洁 拿八十零米的线边平洁 墨水一叶周路也几乎 秋云的飘望暖寻出口 风雨下丝混沌夜雨楼 回眸月光 这种灯藏几楼 中 四肋肺肺肺梗瘤 畅的竹顺后 微笑蚂月游 它无人羞 微影云南的精英英雄 微笑了一关人小手 中狗中畔路跌伍 四肆一若靠眼 今时明解缘 月色鲜汪绕 您说妆重恨不顾 一直编到合适的长度 然后把环拉结 然后二线为一组编反鞋卷结 另一边也是编反鞋卷结 最后把线再拉紧一点 减去线头稍粘好 小太阳切直就编好了 下期再见